傅佩荣,祖籍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讲座教授。 傅佩荣积极推进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出版作品于百种,曾获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等多项殊荣。 作为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近十几年来,他每年开展两百多场哲学及国学的演讲和讲座,还多次用邀前往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华人社团做传统文化讲座,在华人文化思想界影响深远。 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方期许要沟通,社会规范要遵守,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你做得到吗? 161 言冤之死 在《口门弟子》中,言冤是学习最用功,德行最完美的一个,他的英年早逝也让孔子伤心欲绝,那么言冤的趣事会带给我们哪些思考? 主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今天要介绍的是《论语先进编》第十一的第九章第十章,这两章放在一起是因为他谈的主题几乎是连在一起的,都谈到言冤过世的事情。 第九章是这样的,言冤死,只曰,一天上雨,天上雨,白话文是,言冤死了,孔子说,一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这段话可以说含着很深的哀伤啊,言冤是孔子最好的学生,这我们一再强调没有问题了,他的学习啊,在孔子看来也是非常完美的,只看到他进步,没看到停下来。 但是这样的学生呢,居然比孔子还早过世,早了两年,所以言冤过世以后,孔子受不了了,他又说天亡我也,这说明什么? 孔子真的相信天啊,他认为说,天怎么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学说传统要往下传是需要言冤来接棒呢? 因为一代一代相传的话,孔子比言冤大了三十岁嘛,照正常的情况,言冤至少可以比孔子多活几十年啊,好好把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理想去发挥,去实现啊,但现在呢,变成我们说白法人送黑法人,那什么叫做天上我也呢? 就孔子来说,眼看他的所所谓的一以贯之之道啊,就要停下来了,因为别的学生都不够好学啊,不像言冤一样啊,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人在这个极端的状况,内心的情况是非常的痛苦,非常复杂的。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天父啊,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呢? 我看到这句话就觉得有点相似啊,耶稣,他上面有天父,他钉在十字架上快死了,他说天父啊,为什么舍弃了我? 好像是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居然就要停下来,就要过世了。 当然,属于宗教方面的复杂的问题,我们先不谈。 我们只看这两位非常特别的人物啊,历史上的伟人,他们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呢,都有共同的感叹。 好像是我的理想不能实现,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孔子他的哀叹啊,是人类共同的一种悲伤。 我不为这样的人过度伤心,要为谁过度伤心呢? 天下有多少老师,有多少学生,那就有多少不同的老师跟学生的感情。 同时呢,你跟别人交往,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都要记得,别人对你有某种相对的期许跟要求。 那接着,跟这章有关的就是接着第十章了,原文是这样的。 白话文的意思是,言缘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 跟随在旁的学生说,老师过度伤心了,孔子说,我有过度伤心吗? 我不为这样的人过度伤心,又要为谁过度伤心呢?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了,孔子哭得很伤心。 同学们一定是没见过老师这样哭的。 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孔子的儿子孔黎比颜缘还早一年过世。 所以颜缘过世的时候,孔子七十一岁了,前一年孔子的儿子过世了。 孔子儿子过世,那真的是白法人送黑法人了。 孔子肯定哭得也很伤心,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而这一次呢,颜缘过世了,孔子哭得也非常伤心。 弟子们就觉得,孔子为儿子哭得那么伤心,可以理解。 为颜缘哭得那么伤心,好像一个父亲儿子过世一样的这种伤心。 同学们觉得说,老师是不是过度伤心了? 孔子怎么说,我有过度伤心吗? 我不为这样的人过度伤心,要为谁过度伤心呢? 代表孔子并不否认,他可能伤心得非常的过度了。 但是同学们觉得他过度,他自己不觉得过度。 我们讲儒家一定要记得三点。 我跟别人来往,首先我内心情感要真诚。 其次,对方的期许要沟通,所以你不能忽略对方的期许。 所以人跟人相处,你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因为你跟他之间的感情,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 人跟人相处,彼此之间的感情,你不能用泛泛的话来说。 比如我们现在说,师生之情,老师跟学生的感情。 但是不要忘记,天下有多少老师,有多少学生,那就有多少不同的老师跟学生的感情。 绝没有说,老师跟学生的感情一定要怎么样,把它规格化,那是外在的。 比如我们现在说,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也是一样,每一家人都不一样。 同一家人,兄弟姐妹多的话,也不一样。 我们家里七个兄弟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跟父母之间的感情也是不太一样的。 同样的,父母对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也有不一样的感情。 兄弟姐妹其实大家都知道,爸爸最喜欢谁,妈妈最喜欢谁,都知道的。 当然你去问父母亲的时候,父母一定否认,我们也做过实验,跟父亲说,你是不是最喜欢谁谁? 他说没有啊,我通通一样喜欢。 你再去问母亲,你是不是最喜欢谁跟谁? 他说没有啊,我都是一样喜欢啊。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好意这样说。 其实平常生活里面不自觉的就表现出来,爸爸特别喜欢哪两个,妈妈特别喜欢哪两个, 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另外三个自己看着办吧。 大家心里都有说,其实这没有关系啊,父母亲怎么对你,因为他是人嘛,有人的正常的情感。 有时候我们讲一些话也是很玄的,比如说八字是不是相合呢? 连生肖有没有相合呢?都有关系的。 什么生肖跟什么生肖比较合得来? 因为我们家里面父母跟子女加起来九口之家啊。 啊,不是,这个,没错,七个兄弟姐妹加父母,九口之家啊。 所以就可以在里面去看看说,谁跟子女生肖怎么样,是蛮准的啊。 有时候是有些关系的啊,但这有什么,这也无所谓啊。 我们对父母亲,比如说我现在问,我对父母亲, 哎,好像我对母亲啊,感情比较深一点。 跟父亲的话呢,有时候好像,父亲属虎,我也属虎,都是属老虎,有时候在一起就比较紧张,对父亲比较畏惧。 这可以了解嘛。 所以呢,每一个人他最主要是要真诚。 同时呢,你跟别人交往,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都要记得,别人对你有某种相对的期许跟要求,你要沟通。 要求太多的话呢,请他降低,所以做不到。 少的话呢,可以提高。 另外还有社会规范,就可以维持人间的秩序。 所以我们这一段呢,虽然讲得有点轻松,但是不要忘记,这两段是孔子最伤心的地方。 我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孔子这两段哭得非常伤心,甚至说天上玉。 我们就要知道孔子是一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他有他伟大的使命感。 他希望他的学生可以接他的棒子,来为整个社会做更多的事。 后面他的学生们呢,一代一代也都有一定的表现。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学学不仅要讨论生命的意义,也一定关心人的死亡和归宿。 那么,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儒家提出了什么样的终极关怀? 诸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论语先进编》第十一的第十二章。 这一章的原文是, 白话文的意思是, 子路请教如何服侍鬼神 孔子说 没有办法服侍活人 怎么有办法服侍死人 子路又问 胆敢请教先生 死是怎么回事 孔子说 没有了解生的道理 怎么会了解死的道理 那么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他里面谈到生死 也谈到人跟鬼神相处的问题 但是呢 麻烦在压力 麻烦在于好问题 被一个不太适当的人提出来 我们说子路不太适当 绝对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而是因为子路的个性属于行动派 任何事情他知道了就要去实践 他实在不适合做比较抽象的思考 或是比较行而上的一种探讨 所以这说明什么 孔子确实因材施教 如果是你子路请教 孔子知道你子路喜欢的是政治 是军事 你跟你谈这种宗教的问题 恐怕讲也讲不清楚 所以呢 这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 孔子是回答子路 才这样回答 有些人就看到这一章说 你看孔子不了解什么叫做鬼神 或是说再进一步 孔子不了解什么叫死亡 这本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今天就变成复杂化了 因为今天这个时代 很多人强调一门新的学问 叫做生死学 因为在西方也很流行 讲生死学 生死学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了解人的生命跟人的死亡 你不能光看活着这一段 因为活着只有几十年 而死亡是每个人都害怕的 而最后又一定要碰到的 尤其是人到老年的时候 接近生命的终点 都会觉得担心 到底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在西方世界 有关死亡的一些探讨 就成为一门热门的学问 于是有些人说 孔子不懂得死亡 这个话就带有批评的意思 好像孔子的功力不够 只知道谈生命活着的道理 但是活着只有几十年 你谈得再好 最后还是要面对那一关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根据这一章 去做那样的评论 是非常不公平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如果你一定要讲一个字 怎么样去出现 怎么去使用的话呢 那我可以做一个 很简单的统计 虽然有点无聊 在《论语》这本书里面 生命的生出现16次 死亡的死出现38次 好了 你会觉得我很无聊呢 这个字出现几次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论语》里面的生命的生 虽然出现次数比较少 但是哪一章不是在讨论到生呢 生命呢 生活呢 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于说 到底孔子对生死有什么了解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就要了解 第一个 孔子回答子路 子路这个人比较适合在人间 从事具体的活动 所以他请教 怎么服侍鬼神 孔子说实在 他听了应该也吓一跳 你子路问怎么服侍鬼神 他就说 你还不懂得怎么跟活人好好相处 你怎么懂得跟死人相处呢 所以鬼就代表过世的人了 子路问的是鬼神 孔子回答子有一个字叫做鬼 代表古人把鬼神跟鬼可以相通的 都属于过去的人了 你如果跟现在活着的人不能相处 你怎么说你跟过去人可以相处呢 过去人也是人了 那怎么样叫做跟活人相处呢 你要懂得跟人相处 至少要做到 没有迷惑 我的身份 我的角色 我跟别人来往 有什么样的责任 我都舍法做到 你先尽到你的责任 跟别人来往 大家都可以有秩序 很和谐 那好了 你再说 你怎么去祭拜祖先吧 这次孔子的原则很合理 死亡是不能处成为探讨题材的 是因为死亡并非经验 你如果能够好好活着 活着的时候把人的责任通过尽道 你对死亡有什么好担心呢 好像孔子也不懂得死亡 没有真正的哲学家不懂得死亡 再看 什么叫做死亡呢 孔子说 你还不了解什么叫做生的道理 你还不了解活着是怎么一回事 你去探讨死亡做什么呢 因为死亡啊 是不能处成为探讨题材的 是因为死亡并非经验啊 一个人还没有死之前 他不会有死亡的经验 他一旦死了就已经死了 哪里还有死亡的经验呢 什么叫经验 经验是我经过了之后 回来告诉你叫经验 那有谁能经过死亡再回来呢 没有的 没有这样的事啊 有些人在西方研究这个 很强调什么 一个词叫做 冰死经验 接近死亡的经验 比如我生了一场重病 灵魂离开的身体 有些人真的有这样的资料记下来啊 他说 我发生车祸了之后呢 躺在医院 然后呢 我看到医生怎么样帮我解剖来急救 那个医生长什么样子 后来恢复过来之后 发现果然是长那样子的医生了 代表什么 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呢 观察自己被急救的样子 这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的 但是这也不等于是生命结束了 很多人说 人在结束的时候呢 会经过一个白色的一个通道 这时候看到很多以前的祖先 或是自己的长辈前辈 已经过世了 来迎接自己 所以在西方电影里面都有这样的画面 这个我们都孤妄言之 孤妄听之啊 表示尊重就好 为什么 重要的不是这个 重要的是孔子说的 你还是要先了解怎么样活着嘛 你如果能够好好活着 活着的时候 把人的责任通通尽到 你对死亡有什么好担心呢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与担心 造汉清 这是有名的句子啊 说明你一颗这个赤胆中心啊 你要造在历史史业上面 史册上面 汉清就是我们写的历史的书啊 那你在这一方面做到的话呢 这个死亡是生命一个必经之徒嘛 有什么好担心呢 孔子怎么会不懂 懂得死亡呢 孔子不懂死亡的话 怎么可能会公开的说 招文道 细时可疑 非常简单明了 早上听懂了人生的理想 晚上要死也无妨 所以这就是儒家的思想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一段话 问的人是子路 他其实真的不太适合 问这样的问题啊 各有各的才华 各有各的表现嘛 孔子自己也说 子路啊 爱好勇敢超过了我 但是呢 找不到适用的木材啊 你把我讲的话弄敏了 我说要乘着木筏到海外去 你真的以为我要出国 那我就跟你说 找不到这样的好的木材 一般的木材怎么可能渡过大海呢 所以呢 对孔子来说的话呢 他因材施教是执行得很彻底啊 他绝对不对那个不适合的学生 说一些特别的话 他如果真的跟他讲一些道理 你看理记忆编里面 他怎么去告诉宰我有关鬼神的 你对照之后就会发现 宰我这个学生比较适合问 因为他是言语科的高材生 思考非常敏捷的 想得比较深刻的 你这样对照之后就知道说 原来是这个情况 孔子是针对子路来做一个指导 而不是普遍的说 哎呀 未知生 焉知死 好像孔子也不懂得死亡一样 没有真正的哲学家 不懂得死亡的 所以这一集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学习和修养虽然没有止境 但却有层次和境界的高低差别 想有所建树 就要有一种孜孜不倦的态度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先进编》第十一的 第十五章 这一章的内容是 子曰 这段话的白话文是这样的 孔子说 游所谈的这种设身 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门下呢 其他的学生听了这话 就不尊重子路了 孔子说 游的修养 已经登上大厅 还没有进入深奥的内室而已 这段话是孔子教学的另外一个例子 游就是子路 因为孔子教学生的时候 是要六亿都教的 礼乐色域书述 乐方面就要弹色 琴跟色都是古代的乐器 等于是必修课 那么子路在弹色的时候 实在是弹得不怎么样 但你还是要弹 结果弹了之后 孔子皱眉头 说子路的这种设身 怎么会出现在我门下呢 我的门下教学生 都希望怎么样呢 文之彬彬 让你弹了色之后 就显得很有文化的素养 很有文艺的气质 至少弹出来之后 要有一定的水平 但是子路因为他的个性 非常豪爽 他喜欢的就是从政做官 带兵作战 这是子路的个性 所以这个时候 他等于是在文跟武方面 武方面他比较擅长 子路弹色的时候 出现一种沙发之声 沙发之声就叫打仗了 说实在 如果子路真的弹色 可以弹出打仗的声音 那也不得了啊 代表他技术很高 才能够传达心意啊 我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弹色 可以弹到他的心里面 想着作战 就把他弹出来 那已经是一流高手了 那孔子就没有什么理由 一定要去批评他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子路显然是 弹起来大概属于练习啊 弹得不太理想 所以孔子皱眉头了 讲这样的话 结果呢 底下很有趣了 六字 门人不进子路 代表同学们对子路 本来是很尊敬的 为什么很尊敬 第一个 子路年纪比较大 他在同学们里面呢 是大学长啊 只比孔子小九岁 别的同学啊 大部分都小三十岁 小四十几岁的 年纪很轻啊 所以同学们很尊敬 第二方面 当然是因为子路这个人 很勇敢啊 个性比较 这个直爽 你要是对他不尊敬 那他不会饶过你的 所以同学对子路本来很尊敬 经过老师这样一点评啊 好像子路这个同学 艺术科 音乐科不及格了 同学们就不再尊敬他了 老师一看 这不好 同学们之间呢 还是要尊敬学长嘛 长幼有序啊 所以孔子就帮子路说一句话了 说子路已经登堂 还没有入室 今天我们讲登堂入室啊 是一个成语 古时候的建筑 简单来说 堂代表客厅 室代表内室 就是所谓的卧房吧 所以堂是客厅啊 外面是什么 外面是庭 庭院 所以你要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呢 先到院子 庭院 古代的家庭结构啊 外面是庭 然后有堂 里面还有室 登堂还没有入室 代表已经上了大厅了 已经有一定的水平 只是还没有到最深奥的境界 你说学任何东西啊 都有达到深奥境界的一种判断 我们说这是行家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呢 就看门道了 就知道说 这个是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啊 你如果是外行的话 你冲内行 你讲出来许多儒家的思想 别人一听就知道 这个恐怕是外行的 就是你没有掌握到整个论语的思想 每一句话都不能错过 孔子的教学啊 一向是强调全人教育 社会是多方面的行业 360行配合起来 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 智商高低你不要在意 重要的是 你有这方面的缺点 你需要发挥相对的优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孔子怎么教学生了 我们有时候看了 也觉得很感动 孔子的教学啊 一向是强调全人教育 今天全世界啊 的教育家都在重视全人教育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一个人在社会上 他只能表现某些人才的一面 比如说我有某种专长 我的本科是什么 我进入社会之后呢 就做这个本科的专长 所交给我的 我是个人才啊 社会是多方面的行业 360行配合起来 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 那我现在是这个专长 我就做 但是不要忘记哦 你如果只是个人才的话 远远不足啊 你还需要什么 人格教育 人格教育倒不是说 你学了之后立刻变成君子 变成什么完美的人 那是两回事 但至少有人格教育的话呢 你懂得自我反省 许多时候跟别人来往的时候 你这个人才 做该做的事没问题 但是你的情商怎么样呢 现在人讲究所谓的智商啊 它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念书怎么样 调开你的智商 就叫做学习方面的智商 你把智商怎么去了解呢 简单说起来 如果有一个人智商一百 代表它是平均的 就是你今年十二岁 你的思考能力 跟十二岁的人一样 叫做智商一百 如果你智商一百二十 代表呢 你超过了同年龄的人 你的智商一百二十 代表你十岁 但是你跟十二岁的人一样 你智商如果八十 那就比较辛苦了 你已经十岁了 但是你智商跟八十 跟那个八岁的人是一样的 有一个人智商不高 但表现杰出 有部电影叫什么呢 叫做阿甘正传 你看过阿甘正传 你就知道 阿甘的智商只有七十啊 照他那个智商啊 只能念完小学毕业 但他后面表现杰出 还念完大学呢 你看电影就觉得很好玩 他怎么念完大学的 他自己说 我是靠跑步跑完大学的 因为他很会跑 他小时候脚不好 常被人家欺负 有一个女同学啊 是他邻居 鼓励他 跑啊 跑啊 不要让别人欺负 他就拼命跑 这个人智商很低 但他做事很专注 就靠专注 胜过大多数人 他就拼命跑 拼命跑 一直跑大学毕业 因为大学里面 在美国比赛橄榄球 比赛橄榄球的时候 你抓到球就要拼命跑 看着先跑到 结果他每次抓到球 一跑就跑到终点了 没有人赶得上他 大学有时候 让运动员去运动 根本不计较你上不上课 你考试几分 根本无所谓 只要你会跑 阿甘就一路跑 跑出一个 人生可以拍电影的 所以智商高低 你不要在意 重要的是 你有这方面的缺点 你就要发挥相对的优点 我智商比较低 所以我不计较 所以阿甘症状里面 很多人都说 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呢 至少出现五次 这个人是真笨还是假笨呢 但是在别人眼中 他是个笨人 但是他做任何事都很专注 到最后呢 反而比一般聪明的人 表现更杰出 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有某一方面不太好 不要担心 你在其他方面 你很好 你很好 也不错了 所以孔子教到子路 他特别鼓励他 说他已经登堂 尚未入世 还可以继续深造 不过 依子路本身来说 谈色确实是他的外行 他的兴趣也不大 我们从中也知道 在学习 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材料 值得参考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无论做什么事情 如果力量不够 会进展缓慢 但是如果过于激进 也会留下遗憾 那么为人处事 应如何把握好度 避免出现 因过于激进 而造成的遗憾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 轮雨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先进编 第十一的第十六章 原文是这样子 子贡问 诗与商也孰贤 子曰 诗也过 商也不及 曰 然者诗 欲 只曰 过游不及 他的白话文是 子贡请教 诗与商 两个人 谁比较杰出 孔子说 诗的言行 过于激进 商 则 稍嫌不足 子贡说 那么 诗 要好一点吗 孔子说 过度与不足 同样不好 因为古寿 讲话的时候 提到同学 都直接讲名字 所以我们今天 就要说明一下 诗就是 子章 商 就是子下 子章 跟子下 我们就很熟悉了 那这两个同学呢 年龄差不太多 表现呢 各有特色 所以子贡 才要请教这个问题 他让老师来点评一下 看这两个同学 谁比较好 所以他就问他 哪一位比较杰出 孔子对于学生 真的是了解 他说 子章啊 比较寂静 子章这个学生 在我们目前所知 在轮椅出现的是 最年轻的学生 比孔子小的48岁啊 将近半个世纪啊 但是呢 他年纪小 志气高 你可以发现 子章这个学生 一定是相貌堂堂 很有志气 经常问许多问题 都别人没有问过的 从他早期请教老师 怎么样去将来 找到职位 可以得到薪水 你看 这么现实的问题 他也不在乎 反正我年纪轻啊 提什么问题 老师也不会笑我 相对的 子下这个学生啊 就比较内向 性格有点 孔子曾经劝过他 如为君子如 无为小人如 说 你要做一个 像君子一样的如者 而不要做一个 像小人一样的如者 孔子为什么这样讲 一定是指下这个学生啊 他的格局 他的气度啊 太小 注意到很多细节啊 放不开 其实讲君子小人啊 在这个地方就很明显了 小人代表什么 还记得吗 小人就代表说 像小孩子一样 只顾自己的需要 君子呢 他就是心胸非常开阔 尽量做到无私 没有私心 所以这样的一个如者 教导百姓的时候呢 才能有效果 所以如本身是一个名称 你可以做君子那样的如 也可以做小人那样的如 代表如他有一点学问 有学问并不等于就是君子哦 这边就很清楚了 一个人有学问 也可能是小人啊 因为他只顾自己啊 那么他如果说 要成为君子如的话 他还需要有特别的修养 所以从孔子告诉指下 说你不要做小人如 就知道指下 确实是有一点地方 值得再改善的 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 我过度恭敬 这个谁会怪你呢 一个人太有理想之路呢 一旦这个理想呢 受到挫折 热情呢 被交习的话呢 出品就变虚无主意了 你走中间的路线 做平常的事 才能够长期发展 孔子说 纸张啊 个性比较激进 比较积极的去 努力想做一番事业 至少要把他的学问呢 设法做得更好 那指下的有点不急 就是没有赶上 应该有的标准 这是指下 结果 子贡听了之后呢 就说 那这样看来的话呢 纸张比较好吧 结果孔子的回答 实在是精彩 今天还在用这个成语啊 叫做 过忧不急 过度跟不急啊 都不好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多做一点总没错吧 事实上呢 过度啊 始终会有带来一些问题 在 易经里面呢 有一个小过挂 这里面提到其中 过度一些没有关系哦 用度尽量节俭 稍微过度了 有一点吝啬小气的样子 这没关系啊 反正我是对自己小气嘛 然后呢 我这个 参加商礼的时候呢 我过度哀伤 别人也知道说你 只要是从内心真诚的表现 都可以接受的 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 我过度 不恭敬 这个谁会怪你呢 所以一般讲过度都不好 在易经里面 把这个三方面说 你过度一点 没有人会怪你的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 一般的原则是 过忧不急 过度跟不急都不好 有的时候啊 你不急的话呢 还可以推他走快一点 免得他向上 过度的话呢 就好像马 在跑很快的时候呢 你缰绳都拉不住啊 一个同学 他过度的一些 老是想把他拉住 停下来 慢一点走 有时候不容易 有些人太过度以后 一拉停下来 他反而什么都不想做了 所以年轻的时候 就要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很多年轻人啊 都很有理想 变成理想主义啊 所以 我们常提一句话 理想主义的旁边 就住着 虚无主义 一个人太有理想之后呢 一旦这个理想呢 受到挫折 热情呢 被交习的话呢 初边就变虚无主义了 什么叫虚无主义呢 认为 哎呀 理想也没用 再怎么努力也都一样 何必那么样认真呢 不要做算了 变成很消极 很灰心了 变成是什么都不想做了 人最怕走极端 你这边过度理想 一旦有了问题 就立刻退回来 变成没有理想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教书最难的是什么 在教育方面 一定要因材施教之外 还要注意到恰当 所以儒家后来 有一本书叫中庸 有人认为中庸是指师所作 这还有争论 不见得是指师 但是也许是指师的学生们 这个学派做的 中庸两个字 你这边上来说的话 在论语出现过 只是我们没有特别提到 因为那一张笔的抽象 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 其之一乎 明显久矣 孔子说 中庸这种德性 实际上是最高了 老百姓已经长期以来 很少可以做到了 这段如果说你要解释的话 很难讲得清楚 什么意思呢 代表中庸是最高的德行 我们在这边只做一个 一般的理解 代表你有温和 有节制 做事情不要太偏激 中代表中间 庸代表平常 你走中间的路线 做平常的事 才能够长期发展 你一旦走极端之后 它就有后遗症 你这边过的头 没有理的节制 还记得吗 你如果喜欢 这个做很多好事 或者说你非常的谦虚 谨慎 有礼貌 或是勇敢 正直 如果没有理的节制的话呢 后遗症很严重 所以这就是中庸的可贵了 所以我们在谈到说 孔子这段话 两个学生 谁比较好 一个过 一个不急 你千万不要以为过得比较好 他说过悠不急 这个话传出去之后呢 对于纸张 对于纸下 都是很好的教训 事实上呢 这两位同学 肯定也会听到的 不要说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资料记下来 当时一定会 大家传来传去说 老师这样教我们 说过悠不急 过度就像 不急一样 都不好 都要改善 否则你如果讲过度比较好 以后大家都过度的话 那谁来说是残局呢 我们这一集 看到孔子怎么教学生 是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孔子作为万事师表 对自己的学生 大多寄予了很高的厚望 所以如果有弟子的隐形 偶尔脱离了儒家正道 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 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的先进编 第十一 第十七章 这一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既是赋予周公 而求也为之巨练 而赋予之 只曰 非无徒也 小子明补而公之可也 他的白话文是 祭祀的财富超过鲁军 而染球还为他聚集与收敛 更增加了他的财富 孔子说 染球不是我的同道 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 去批判他 我们看到这一段会吓一跳 好像孔子的学生们 几乎是要发起一种批判运动 批判谁呢 批判染球 也就是染友 我们看看前面在说什么 原文说 既是赋予周公 那奇怪的 周公不是古代的周公吗 在这边我们要了解 鲁国是周公的儿子 封在鲁国 那么 所以后来就把鲁国国君 有时候也称作周公 在这边就是个例子 因为他是周公的儿子 一代代传下来 当鲁国的国君 所以这边说 祭司的财富超过了鲁国国君 已经比鲁军要大的 孔子的学生染友 帮他当他的家臣 居然还帮他聚恋 聚恋两个字 在这边就出现了 帮他聚集 帮他收敛 等于收刮财富 增加税收 让百姓更累了 孔子的学生 然有是个人才 孔子多次称赞他 求也义 多才多义 多才多义什么意思呢 办什么都办得通 他就是长袖善武 任何事情交给他都放心 这是燃友 也了不起 所以孔子讲 他的学生的时候 谈到正事科 政务跟事务 可以从政的人 燃友排在前面 燃友记录 子路这个老同学 老学长还排第二 所以燃友这个学生 本事很大 居然按照他的老板 他的领导是记事 的要求 增加更多财富 孔子知道的时候 当然非常生气 他一辈子教学生 教出几个好学生 想不到燃友这个同学 真让他失望 孔子教学生 如果有机会做官 一定是首先考虑什么 替百姓服务 如果国君有问题啊 我设法让国君可以改正 我是大臣嘛 要帮国君 否则国君在历史上 会留下恶名啊 被后代人所嘲笑啊 那现在呢 燃友居然替他收刮更多财富 让他变得更有钱了 所以孔子受不了了 孔子说话很少这么严厉啊 他说燃友不是我的同 不是我的同道 这边所谓的非无土也 这个土啊 不要把它理解为学生 一般人说 燃友不是我的学生 这样讲好像孔子 经常在乎自己是老师 无土的土啊 土也代表同类 燃友不是我们这一类人 不算我的同道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名鼓而公之 可以敲着大鼓去批判他 代表什么 可能要公开决裂 代表说这个学生毕业之后啊 完全忘记了老师的教导 只为个人的荣华富贵 去让他的老板呢满意 背离的老师的理想 孔子不要这样的学生 那别人知道看你走了一半 很努力的也会觉得你是一个有为的青年 那你跟孔子学 结果你只学到升官发财 那不是冤枉的孔子吗 能力越强 机会越好 我可以做的就越多 这样的人如果在社会上出头的话呢 那才是一个社会的福气啊 所以我们以前也是很痛心啊 介绍孔门弟子的时候呢 讲到燃油 我们就特别说 他有时候是一个什么 反面教材啊 我们学习燃油要记得 他固然是多才多艺 书念的好 能力又强 但是呢 他有许多事情做得实在不好 像他以前公开跟老师说什么呢 老师我不是不欣赏你的人生理想 但是我力不足也力量不够啊 就是他 跟老师说你理想太高了 你力量不够 孔子怎么样教他呢 力不足者忠道而废 金乳化 力量不够的话呢 走到一半 走不动了 真的是没力气了 你就停下来啊 那别人只要看你走了一半 很努力的 也会觉得你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啊 现在你呢 画地自现 先画个圆圈 我不走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说你力量不够 那不是找台阶下吗 那不是太没有自弃了吗 所以燃油这个学生呢 让孔子失望 有时候也是 我们后代读起来 有时候也很同情他 我们也知道 要做到 燃油已经不容易了 假设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今天去做官 都还记得老师的教导吗 都还记得父母的期许吗 不一定啊 说不定想做老板叫我做什么 反正给我升官发财的机会 我就照着做了 至于我个人 从前所学的一种人生理想 恐怕通通忘在脑后了 还给老师了 那请问 这些老师在学校办教育 基于教一代一代的学生 他不是觉得很遗憾吗 在学校里面念书的时候 一个都很纯洁 很有理想 很听话 将来一定要贡献社会 把所学的东西 用在服务人群上 很好啊 但是毕业之后呢 能做到吗 那需要某些决心的 需要勇气的 燃油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啊 孔子对他这么期许 多次提到他 都说这个学生做官没有问题 他是一个人才 但是呢 人才是一回事 人格呢 我们一再强调孔子的教育 不能忽略人格教育 你忽略人格教育的话呢 就无法坚持你的原则了嘛 到时候呢 就只问厉害 而不问是非 这就糟糕了 把道义放两旁 立字摆中间 这样的话 你何必当孔子的学生呢 对不对 你跟别人学 他也会教你怎么去升官发财啊 那你跟孔子学 结果你只学到升官发财 那不是冤枉的孔子吗 让孔子白白对你 寄予这么大的期望 这么认真辛苦的教导你 结果你没有掌握到 孔子的真正的精神 孔子这样的人啊 他的理想很清楚 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人性向善 你只要真诚 就有力量由内而发 要求自己啊 去行善 什么叫善呢 善就是我跟别人之间 适当关系的实现 你把这个善了解之后 就发现 哎呀 如果我是一个人 我要把人性充分实现的话 一定要记得 不能离开人群 那么跟人群相处的时候呢 我要尽力把我跟人群的关系啊 都做到最适当 什么意思 只要我有能力 尽量服务别人 让这个社会 因为我的努力 而变得更好 所以我跟父母相处 要孝顺 推到天下人 我都要有适当的关系哦 然后呢 我的如果能力越强 机会越好 我可以做的就越多 这样的人 如果在社会上出头的话呢 那才是一个社会的福气啊 所以孔子教学生呢 就是这样的理想 这样的目标 所以他自己的志向呢 也我们也可以不厌其烦的 再多说几次 你既然学儒家 学论语 想了解孔子 当然要知道他的志向啊 是要让天下的人 老年人都得到安养 做朋友的都互相信赖 青少年都得到好的照顾 他是没有限制于 只在我家 只在我国 是天下人 这是孔子的理想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孔子的学生很多 并各有特色 作为一个老师 孔子的高明之处 就在于能够 很好地把握他们的个性 引导他们改善缺点 发挥优点 请看下一讲 学生的性格 内心感受要真诚 对方期许要沟通 社会规范要遵守 己所不欲 互失于人 你做得到吗 孔子的学生很多 并各有特色 作为一个老师 孔子的高明之处 就在于能够很好地 把握他们的个性 引导他们改善缺点 发挥优点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 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先进编》第十一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因为这两章呢 非常特别 都谈到了孔子的几位学生 各有什么样的性格 以及呢 有些什么样的作为 现在先看第十八章 原文是 财也鱼 生也鲁 尸也辟 尤也厌 我们以前看到这一章 会觉得说 孔子有四个学生 各有各的特色 而这个特色呢 显然是比较偏向缺点 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缺点 当然也有优点 那么他这四位同学 我们从白话先看一下 第一 财 身性愚笨 第二 身 身性迟钝 第三 师 身性偏激 第四 游 身性 鲁莽 财就是高财 他为什么被孔子 认为是愚笨呢 他其实非常孝顺 但他孝顺的方法 不太当 不太得当 因为他在母亲过世以后 非常伤心 哭到眼睛流血 我们都知道眼睛流血 将来可能伤害身体很严重 父母过世 伤心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但是你过度伤心的话 甚至伤害了身体 那你要记得自己还有家庭 还有子女要照顾 你自己还有大好人生 要负责 第二位 真身 真身 比较迟钝 他的迟钝 譬如他以前 听到孔子说要孝顺 他就很孝顺 结果他跟别的同学说 爸爸没事打我 我都不跑 因为爸爸生气了 让他打到我 他气消为止 那还得了 这一来的话 万一打伤的话 爸爸会被人嘲笑 所以你被父亲打 父亲又被人嘲笑 你还是不孝顺 所以孔子教他 以后父亲打他的时候 大仗则逃 小仗则受 父亲拿出棍子 你就跑 父亲拿小的棍子 你就被打吧 但是对真身来说 要判断棍子出戏 恐怕不容易 还没判断完毕 就一顿打了 所以孔子说他比较迟钝 但是这种天性 是天生的 没有什么好负责任的问题 你后面可以靠着学习 不断改善自己 所以前面两位同学 都是在这个智商方面 我们说IQ 学习的能力上 稍微差一点 那么接着 是纸张 纸张的身性比较偏激 我们常常强调 纸张比孔子小48岁 是目前所见 最年轻的学生 而表现非常杰出 你要选孔子最好的几位弟子 纸张也在里面 他在论语出现的次数 也非常多 所以纸张的偏激 表现在他有点好高物远 同学们跟他在一起会有压力 年纪这么轻 志向这么高 让这些学长们都觉得 哎呀 这个小学弟啊 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所以呢 前面两位 鱼跟鲁 是智商方面 比较稍微差一点 后面两位呢 这个谈到 屁跟艳 偏激跟鲁莽 跟他的情商 关系比较大 所以孔子他的学生们啊 各种人都有 后来才成为人才的 绝没有说孔子收的学生 都是人才 那何必跟孔子学呢 所以孔子的本事就在这里 可以让你一个平凡的学生 把他最特殊的优点 完全实现出来 然后把他的缺点呢 慢慢去修正去化解 那么这四位同学都很有特色了 尤其是前面 讲到鱼跟鲁啊 一般人都不喜欢 但是我们知道吗 宋朝一位大文豪 苏东波 他有一次给他的小儿子洗澡 随手就写一首诗 诗名就叫做洗儿 给儿子洗澡 他怎么写呢 他说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悟一声 唯愿孩儿鱼且卤 无灾无难到公亲 这果然是天才 拿起笔来就写 他说别人养孩子 都希望孩子聪明 但是我苏东波被聪明悟了一声 我就是太聪明了 到处树敌 有各种党派之争 我都被牵连 屡是被下放 这么有才华的人呢 受我委屈 为什么 太聪明了 所以我现在希望这个小孩 于写卤 就在这边 希望他于写卤 有谁真的希望小孩 于写卤呢 但他写完这句之后 接着说 最好这个小孩 无灾无难 到公亲 可以这一次都没有灾难 做到公亲宰相的位置 同时完全没有反伤情结 平安心讲 你先如后伤的话 成功的几率不大 把务价学会 然后慢慢调整 你的经营策略 能够照顾员工 能够福利社会 这也不错 那接着呢 还有另外两位同学 是非常特别的 就在先进编的第十九章 只曰 回也其束护旅工 是不受命而获之焉 义者旅重 白华文是说 孔子说 回的修养已经差不多了 可是常常穷得一文不明 四 不受官府之命所约束 自行经营生意 猜测涨跌 常常准确 这边讲的两位同学 也是我们很熟的 第一位是颜渊 孔子说 颜渊的修养已经差不多了 这一点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呢 经常口袋空空 因为他不太在乎 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是穷困的不得了 第二位子贡就不得了了 不一样了 子贡怎么样呢 子贡不受官府之命 这在说什么呢 当时在春秋时代末期 你要做生意 要到官府申请执照 有官府的执照 那你要纳税 你才能做生意 但是在那个时候 已经慢慢荒废了 很多人没有什么执照 他也自己做生意 反正你有本事 买卖嘛 子贡非常聪明 他就开始自己做生意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段话 正好反映出来 孔子完全没有反商情节 有些人讲儒家 很喜欢说成 儒家讲道义 你尽量不要谈什么 做生意赚钱 没那回事 子贡就是利子 所以今天有一个词很好 叫做儒商 又有儒家的精神 又能够好好做生意 但是问题在什么 你要有什么条件 才能成为儒商 这是要研究的 很多人是先商再儒 有人问过我 应该先商再儒 还是先儒后商呢 平常心讲 你先儒后商的话 成功的几率不大 你先商后儒 还有可能发了财之后 去念国学班 把儒家学会 然后慢慢调整你的经营策略 能够照顾员工 能够福利社会 这也不错 所以我们也认为 先商后儒也可以 你先儒后商的话 等于是你在 受学校教育的时候 都要接受儒家的思想 到时候你要做生意 恐怕压力会比他大一点 常常觉得说 我要讲道义 道义为先 到时候生意恐怕就 不见得那么样的用心了 所以在这方面可以看出来 孔子呢 他有六位同学 有些是他们性格上 在智商上有些问题 有的在情商上 跟别人相处 有些困难 所以我们今天呢 可以从孔子的学生的多样性 知道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 向孔子学习 或者向孔子的学生 去设法 选择榜样 来效法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善的作风值得赞许 但是儒家提倡的 并不是表面的善行 而是要做到 像真正的君子一样 言行一致 表里如一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 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先进编》第十一的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这两章的意思 也非常接近 我们先看第二十章 子章问善人之道 子曰 不见记 亦不入于世 白话文的意思是 子章请教 善人的作风如何 孔子说 他不会随属从众 但是修养 也还没有抵达最高境界 这段话为什么值得注意呢 因为一般人 会把善人跟忍者 混同 我们先说什么叫善人 自古以来 任何社会 任何地区 都有善人 那当然相对的也有二人 同一个乡村里面 长期下来之后 大家都知道 某些人是善人 另外一些人是恶人 因为他作风习惯 大家都很了解 这叫做一般的分法 那我们就要问 既然自古以来都有 那么你何必要强调 孔子 他的想法呢 孔子是劝人为善 所以你就要知道 一般社会上 古今中外所谓的善人 都是外面的行为 做到好事 但他有两个特色 比不上忍者 第一个 他做好事 是因为社会上 大家的要求跟期许 别人给他掌声 所以他做好事 但他并不知道 为什么一定要做好事 换句话说 为什么要做好事 是忍者的特色 真诚 由内而发 我内在的要求 要做好事 一般人做好人 我们稍微想想看 往往都是别人 给他鼓励 老师给他称赞 父母给他期许 他就真的做好事 他并没有从内心里面 主动愿意去做好事 换句话说 他不了解 什么叫人性 向善的道理 所以这种做好事 他是做得不错 帮助很多人 但是碰到关键的时刻 未必可以折善固执 这第一个特色 跟人人不一样 第二个 一般的善人 他做好事是没错 很少有听说 杀生成人的 为了做好事 我牺牲生命 也心甘情愿 因为如果你要牺牲生命 你一定要先了解 人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孔子说 杀生成人 我明明牺牲了 我居然完成了 人的理想 牺牲不是放弃生命吗 怎么又完成人的理想呢 这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思想 所以孔子说杀生成人 孟子说舍生取义 要特别注意第三个字 成人 成 取义 取 一般人说 我都牺牲了生命 不是失去吗 错了 孔子说你舍生取义 得到了 孔子说你成人完成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解 原来儒家的思想 关键就在这里 如果你光是叫别人做好事 做好人 真的不需要儒家 哪一个社会 不希望大家做好人 做好事 所以儒家提出人 这样的观念呢 跟一般所谓的 泛泛的说 善人如何如何 是不一样的 所以好了 现在纸张上场了 这位年轻有为的学生 就直接请教 善人的作风如何 因为孔子也说过 善人我没见过 能够见到有横走 就不错了 这个时候是善人的境界 好像特别高 其实孔子是要强调什么 没有人是完全的善人 你在这一方面 比如说我是好学生 但不一定是好的子女 我是好的子女 但不一定是好的朋友 我是好的朋友 我不一定是好的兄弟 所以一个人各方面 都要做到善的话 那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所以就这个意义上 孔子可以说 他没见过善人 那就一般来说的话 像纸张请教 什么是善人的作风呢 孔子说得很好 他说第一 他不会随属从众 就是一般人 跟着世俗风气去转 善人他不会 他要行善 但是呢 孔子加了一句 他也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 我外表贤论庄重 好像很严肃的样子 但是内心并没有真正的去体会 因为你言行不一致 外面有各种诱因 有各种条件 让你行善 不像人者 只由内而发 虽然没有人认识我 我还是做我该做的事 还是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 做人所事 那接着 我们可以再看底下 第21章 孔子说 论赌是语 君子则乎 色装整乎 这跟前面讲的 善人有点关系 白话文是这样子 孔子说 言论赌时 固然值得肯定 但也要分辨 他是言行合一的君子 还是面貌显得庄重的人 很好 这边这两个分辨 第一个是什么 君子 君子说话很堵实 很实在 但是请问 你做得到吗 就是言行能不能合一呢 那么另外一种人 他说话也是很堵实 很实在 但是面貌显得庄重而已 注意 面貌就是外表 我外表显得很庄重 好像很严肃的样子 但是内心 并没有真正的去体会 因为你言行不一致 的确 一个人书念多了之后 受到高等教育 他在很多地方 确实可以表现出来 好像是人模人样的 很有文化素质 但是他如果没有言行合一的话 他撑不了多久 就好像你为什么要行善呢 是外面有各种诱因 有各种条件让你行善 不向仁者 只由内而发 孔子的讲的君子也是一样 你言论堵实 但是因为你有内心 真正的一种理解 所以孔子后来也说过 仁者必有勇 仁者一定有一些言论 值得我们的效法 为什么 我真正行人之后呢 有了体验 该做什么事 我可以做 因为我有这个基础在内在 所以孔子很强调 一个人做人处事 是由于外面的影响 叫做被动的 还是由于内在真诚的力量 叫做主动的 我记得我在很久以前 到北欧荷兰教书 我到荷兰的时候呢 在街上走路 忽然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完全没有任何人认识我 他只看到我 只是看到一个东方人嘛 我就想到我们以前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很调皮 同学们在餐厅吃饭 很多人讲话声音很大 我们中国人讲话 就怕别人听不到 吃饭的时候声音很大 那外国人就皱眉头 哎呀 这些人怎么吃饭 讲话声音那么大 完全忘记孔子的教训 孔子说过食不语 说话的时候不讨论的 但是我们讨论声音特别大 有时候有人过来 请你声音小一点 这时候我们怎么开玩笑呢 我们说很抱歉 我们是日本人 当然我们骗外国人 他反正也不太知道说 这个日本人呢 中国人呢 韩国人呢 都差不多嘛 香港来的 新加坡来的 外表上都差不多嘛 那这时候就开玩笑 说我们是日本人 那日本人开玩笑 应该没关系了 说不定日本人也说 他们是中国人了 所以呢 我在河南就忽然发现说 在街上走路啊 以前都很 有点拘谨啊 我在大学教书几十年 在校园里面走路 谁都有学生盯着你 你走路要走路的样子 说话有说话的样子 当然你说那我是不是装的呢 其实也不能说我装的 而是我配合环境的要求 我本来就希望 言行一致嘛 但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一个陌生人 没有人认识你 真的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那时候还是要看你的修养 就是虽然没有人认识我 我还是做我该做的事 还是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 做人处事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教学有法 但无定法 要看学生的具体情况加以指导 孔子就是教学方面的典范 那么孔子是怎样应才施教的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先进编》第十一的第二十二章 这张内容比较长 他的原文是这样 子录问 文是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 文是行之 然有问 文是行诸 子曰 文是行之 恭喜华曰 有也问 文是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求也问 文是行诸 子曰 文是行之 是也或 敢问 子曰 求也退 顾兼之 有也奸人 顾退之 他的意思是 子录请教 听到可以做的事 就去做吗 孔子说 父亲与哥哥还在 怎么能听到可以做的事 就去做呢 然有请教 听到可以做的事 就去做吗 孔子说 听到可以做的事 就去做 孔西华在旁边 他就说了 当 有请教 听到可以做的事 就去做吗 老师说 父亲与哥哥还在 当 求 请教 听到可以做的事 就去做吗 老师说 听到可以做的事 就去做 我觉得有些困惑呀 冒昧来请教 孔子说 求做事比较退缩 所以我鼓励他迈进 由做事勇往直前 所以我让他保守些 这段话是非常标准的 英才师教 并且呢 对于这两位同学的个性 对照鲜明啊 孔子就给他们 完全相反的一个建议 我们有时候发现 教授为什么困难 因为同学太多了 有时候老师面对一般同学 有几十位啊 怎么可能了解 每一个人个性呢 所以上课只好照本宣科 这是什么科目 我们照这个上 上完毕之后呢 有问题的提出来 通常提问题的 都是那几位 特别用工的 那他们提问题 得到解答 但是别人呢 别人可能有其他问题啊 他比较内向 不太提 所以考试的时候就知道 哪些人比较好的 但是也有同学 从来不提问题哦 考试也写得不错 像颜渊 从来不提问题 所以孔子开始以为说 颜渊是不是比较笨呢 所以上课不提问题呢 结果发现 他全懂了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就分析一下 两位同学提问题 这两个人正好在同一科 一位叫做子路 一位叫做然有 在什么科呢 在正式科 可以从政的 能力很强 可以做官 子路就问了 听到可以做的事 就去做吗 请注意哦 我在翻译的时候呢 特别翻译成为 听到可以做的事 而没有翻成 听到应该做的事 这一定要小心 如果你把它理解为 直路请教 听到应该做的事 立刻就去做吗 既然你讲应该 那哪里还有考虑的余地呢 这时候你不能说 有父亲 有哥哥在 让父亲哥哥先去做应该的事 不能那样讲啊 所以这个翻译的时候 你就要留意古代说话的这个 它的含义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这边就想可以 可以代表怎么样 代表有选择性 不是那个非做不可的建议勇为啊 不一样啊 因为孔子后来说过一句话 只约当人不让于事 遇到该做的事 人生的正路 应该做的事 对老师也不要客气哦 比如说 我们很多老师同学坐在车上 老太太上车了 同学们说 老师您先示范让座 那这不行 年轻人就应该 这时候记得这句话 遇到该做的事 对老师也不要客气 立刻站起来 我来让座 别的事情就让老师签哦 上车老师先上车 什么事情 老师您先请 吃饭的时候也不要忘记 老师先请 但是别的时候呢 你遇到该做的事 你不能说 老太太上来 有一个行人的机会 可以做好事了 老师您先做 不是 不是您先请做 是您先做好事让座了 那就不对了 尖人就是喜欢超过别人 就我跟别人比哦 我要胜过你 要超过你 今天老师教的学生 确实多 没有可能像童子一样 针对学生的特性 那么接着 燃友来了 燃友如果说 听到子录 得到的答案呢 他会觉得 这蛮适合我的 我燃友反正 比较内向 比较退缩嘛 让父亲跟哥哥来决定吧 结果他也请教 请教老师 听到可以做的事 立刻就去做吗 孔子说 立刻就去做 为什么不同呢 因为燃友的个性 比较保守 有时候会考虑很多 而这个时候 旁边有个同学 叫龚熙华 我们也提到他好几次 孔子对龚熙华 也很肯定的 认为他可以做外交官 跟外国来宾 讲话的时候 很得体 龚熙华就问 老师 前面子录 请教您 同样的问题 您说 有父与兄还在 不能立刻听了就做 接着燃友请教您 同样的问题 您说立刻就做 学生觉得很困惑 想请教老师 怎么回事呢 龚熙华就说了 他说 子路这个人 做任何事 他都会怎么样 都会 勇往直前 所以我拉他 保守一点 那么燃友呢 个性太退缩了 所以推他一把 所以他提到 游的时候呢 叫做 游也 奸人 故退之 奸人就是 喜欢 超过别人 就是我跟别人比哦 我要胜过你 要超过你们 故退之 当然 退之两字 说得很好 唐朝就有一位 大文豪 叫做韩玉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玉 韩玉 自退之 最来自于这里 玉就是比较过分嘛 父母给我 全面叫韩玉 我也不能改 那我既然是 玉要多一点呢 那我自己取个字 自退之 我就退一点 这一来的话 名跟字正好配合 取其中庸之道 像我的老师 方东美先生啊 他本来也不叫方东美啊 他原来是称为 取名叫方寻 自东美 后来学生开玩笑 说方老师 一辈子讲的学问啊 可以把他名字倒过来 方东美先生 美东方 看到没有 美东方就是把东方的学问 讲得很美 所以同学们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 东方的学问像 印度跟中国啊 算东方的学问 有时候会觉得很古老 有点臣腐了 好像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压力太大了 但是方老师一讲 就显得很美 好像觉得味道很够 后来听到方老师 上课讲哲学 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 印度哲学 加上佛学 统统统一起讲 讲得非常的灵巧 我们用八个字 形容他的上课 前面是天马行空 后面是画龙点睛 八个字 天马行空代表你根本找不到 他在哪里 一下讲孔子孟子 一下忽然讲到柏拉图 讲到康德去了 天马行空 不着边际 但是关键的时刻呢 画龙点睛 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种学问都相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孔子怎么教学生 我们现在有时候 也可以看到很多好老师 他怎么样上课 当然今天的老师 教的学生确实多 没有可能像孔子一样 针对学生的特性 像这两个同学对照起来 真是非常精彩一段教学示范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不能随便考试了 如果现在出个题目 听到可以做的事 立刻做吗 你怎么回答 你不能回答 因为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无论教还是学 都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老师有他的期许 学生有他的责任 师生之间 也可以有精彩 改人的情感互动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 《论语先进编》第十一的 第二十三章 这一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论语式作语》 约旨在回何敢死 他的白话文是这样的 孔子被匡城的群众所围困 颜渊后来才赶到 孔子说 我以为你遇害了呢 颜渊说 老是活着 回怎么敢死呢 这段话要跟以前提到的 孔子在匡城被围连起来想 当时情况确实危急 我们根据庄子的记载 把那个情况描写得很生动 现在不再重复 那至少说明什么 在当时孔子居然把天也抬出来 他说 天之为上诗文也 旷人其入于何 就是旷城的百姓能对我怎么样呢 如果上天还不让我们的文化传统灭绝的话 旷人不能对我怎么样 所以这代表孔子很有自信啊 他认为说到这个时代叫做乱世啊 只有我一个人这么用功努力把古代的五经六亿全部掌握住 知道说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如何传递人生的理想 如果我不幸遇害的话呢 这个文化不就停下来了吗 这不是不可能啊 孔子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啊 将来我们会看到 孔子对管仲特别称赞 是为什么 他说 如果没有管仲的话 我们早就被四方的落后的国家 叫做遗敌 所消灭了 然后他自己在碰到危险的时候呢 他也认为说 上天还要保存这样的文化 你们就不能对我怎么样 孔子只有在生命碰到危险的时候 才把他真正信仰的对象抬出来 因为他认为自己正在顺天命 我作为我列国是顺天命啊 不是为我自己啊 这一来就可以理解了 而这个时候呢 言渊不在现场 因为言渊有时候难免赶路的时候会慢一点 为什么 恐怕没吃饱 体力不好 同学们的队伍啊 已经往前走一段 言渊跟另外几个同学体力比较差的 在后面慢慢走 这是可能的啊 因为你后来会发现 他们最后列国的时候 有时候子路也会落后啊 当然子路落后不是因为身体不够健康 跑得不够快啊 子路落后很可能是 孔子叫他去这个 去采买了 去买一点粮食吧 那子路买了之后一回来 怎么找不到老师们 就在路边到处找人问啊 那言渊呢 比较慢才到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经过灾难之后呢 老师见到最好的学生 恍如隔世啊 好像是隔了一辈子一样 不同的世代了 因为你面临生命的危险 又有惊无险 然后见到老朋友 或是老学生 那种感觉很深刻的 我以前不太了解这种感情 听一位老师说 他离开国家四十年 再回国的时候呢 遇到以前的大学同学啊 一见面就是两个人抱头痛哭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 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也有一个老师辈 他在两岸隔绝了几十年之后 重新回到他在中国的老家 到他的小学去拜访 他走到他小学门口的时候呢 看到小学门口有一块石头啊 他看到石头他就哭了 为什么呢 他以前上小学的时候 每天到校门口一定踩那个石头 大家都习惯了 踩几下再进去 出来的时候踩几下再回家 结果几十年过去之后呢 很多事情都变了 那块石头还在 所以孔子看到延渊了 虽然只有一个晚上啊 感受非常深的 于是呢 说出来的话 有时候我们听得吓一跳 哪里有人这样说话的 他说啊 哎呀 我以为你遇害了呢 因为昨天同学们在这边被包围的时候 没有看到你啊 就老担心着延渊到哪里去了 因为孔子的学生最好的就是延渊嘛 所以他说我以为你遇害了呢 延渊的回答更是幽默 他知道老师的心情啊 当然他一定也着急的不得了 结果看到老师这样讲 他立刻说 老师您还活着 我怎么敢死 这是年轻人应该讲的话 老师比他大三十岁啊 你没有理由去想说 哎 我万一先死怎么样 你还早呢 你还有任务要完成 所以他这样回答 我们看到这一段就觉得 这种私生的感情啊 真的是非常深刻 我们要知道 父母亲给我们身体 好的老师给我们精神上的生命 我的孩子我教过来 老师教 别人的孩子我来教 那有人就问呢 延渊讲这话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 如果老师真的遇害的话 延渊怎么样 延渊恐怕就奋不顾身了 非要报仇不可了 宁可说大家一起同归于尽呢 不能让这些凶手啊 逍遥法外 有可能的 我们常常说 复仇不共戴天 对延渊来说 孔子就像父亲一样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再回头看看 《先行编》第十一章 延回过世以后 同学们啊 要替他举办盛大的 丧礼 孔子反对 因为他不合乎 延渊的身份跟规格 延渊是一个氏 就是读书人还没有官位 那你就应该按照氏的身份 来安葬 你超过这个规格的话 就违背礼仪 孔子是一生啊 都是坚持要守礼仪的 所以孔子反对 但是同学们啊 实在是这一次就不听老师的话了 确实就把延渊的商礼办得比较豪华隆重 因为这是最好的同学 大家都佩服他 孔子怎么说 孔子说 延回啊 你把我当作像父亲一样的对待 我却不能把你当作像儿子一样的对待 你不要怪我 甚至你几位同学所做的事 因为孔子也知道 延回一定也是要遵守礼仪嘛 那现在一辈子守礼仪 到过世的时候别人给他安葬 居然违背了礼仪的规格 那就是同学们要负责 但是你也不能怪同学们 同学们也是一片好心啊 但是至少在那段话里面就看出来了 延远把孔子看作像父亲一样 孔子也知道 在希腊时代的一位哲学家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过世的时候呢 他一个最好的弟子 叫做柏拉图 说了一句话 他说老师死了 我们都成了无父的孤儿啊 这真是东西对照啊 有类似的一种表达方式 柏拉图也把苏格拉底当作 像父亲一样啊 所以他说老师过世了 我们都成了孤儿 没有父亲的孤儿 所以我们要知道 父母亲给我们身体 好的老师给我们精神上的生命 这一点我们要牢牢记得 为什么对老师要尊重 古人讲天地君亲师 君可以改成国吧 天地国亲师老师 当然这是指好老师啊 不一定指现在一般的老师了 在古时候这样的情况的话 所以像柏拉图对待苏格拉底 严渊对待孔子 都是类似的心态 而孔子过世以后呢 他的很多很多好学生啊 都在替他手伤三年 也是一样 等于把他当父亲 因为父母亲 真正的父母亲 给我的身体生命 但是他们要教我们很辛苦 所以孟子也认为 要一指而教啊 我的孩子我教不来 请老师教 别人的孩子我来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老师是我们精神生命的来源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期许 所有的老师都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自我要求 而所有的学生呢 也都很盼望遇到这样的好老师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做人处事 单凭一技之长是不够的 还要有大的胸怀和格局 如果一个人走向社会之后 有机会参与政务 又该如何去做呢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 今天要介绍的是《论语先进编》第十一的第二十四章 这一章的内容是这样的 季子然问 众有染求可谓大臣于 只曰 无以止谓亦之问 真有以求之问 所谓大臣者 以道是君不可责止 今有以求也可谓聚臣于 曰 然者从之则予 只曰 师父与君亦不从也 他的白话意思是 季子然请教 众有与染求 可以称得上是大臣吗 孔子说 我以为 孔子说 我以为你要问别的事 原来是问有以求 所谓大臣 是以正道来服事君主 行不通就辞职 现在有与求二人 只可以说是专业的臣子 季子然说 那么他们为命是从吗 孔子说 遇到长官杀父亲 与杀君主的事 他们也不会顺从的 这段话又在评论他两个 可以从事政治的学生了 一个就是子路 一个是燃油 那季子然是谁呢 季子然你看他这个季啊 就知道 他一定是季氏家族的子弟 不见得是接正式的官位 但至少做官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是这个家族出来的 他就请教孔子了 说你这两位学生 子路跟燃油 可以算是大臣吗 注意哦 大小的大 一般讲大臣 常常指官位高 就是大臣 其实不然 大臣的大是大跟小不同 他有他一定的风范 孔子听了之后就说什么呢 他说我还以为你要问 别的问题啊 好不容易跟我约了时间 结果跟我问的是 这两个学生 孔子当然有点失望了 为什么失望呢 因为他对这两个学生的评价 有一个明显的限制 孔子说 所谓大臣呢 就是八个臣 以道是君 不可则止 我用正道来服侍我的国君 如果行不通就辞职 但是呢 子路跟燃油 只能算是聚臣 聚臣就代表他是专业的臣子 他有专长 他可以帮你做什么事呢 子路可以帮你训练军队 燃油呢 可以帮你管理内政 他们两个人都是专业的 但是你说大臣的话 还谈不上 这就是孔子的意思 谁是大臣 孔子本身 有这样的资格 我们还记得吗 他在鲁国 做了相当大的官啊 当师寇 还代理 像宰相这样的位置 但是呢 他用正道来服侍国君 当鲁定公 跟纪环子 疏远他的时候呢 他怎么办 他就辞职 但孔子非常厚道 因为一个像孔子 这样的臣子 如果辞职的话呢 会引起别人非议 所以你看 鲁国国君 还有那个执政的 纪环子太差了 不能留用孔子 这样的人才 就会把箭头指向鲁军 说鲁军不好 不能用人才 孔子不愿意 让他的国君啊 被人家批判 所以怎么办呢 他就等一个时候 等下一次祭祀的时候呢 国君有没有按照礼仪啊 把祭肉分给他 这是古说的规矩啊 比如说 我是国君 我现在祭祀了 祭山川 像祭泰山这些 祭祀完毕之后呢 就要把祭祀用的肉啊 一块块切下来 按照官职 分给大臣 结果这一次 没有分给孔子 孔子就知道说 国君准备疏远他了 他这时候才离开 为什么 他要让别人以为 他很在乎那块肌肉 这样子别人就会减轻 对他国君的责怪 只有大人啊 能够改正国君心思里面 错误的地方 如果你叫他跟着老板去 杀自己的父亲 与杀自己的君主 他们不会干你 你不能随便说 一个人关注了很大 大就是大臣 大这个就不能乱用 那么在后来孟子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为大人为能格尔君心之非 孟子的个性啊 是非常的直爽 同时他个性也比较急 他才华又高 学问又好 他认为啊 一个国君的心思 如果有坏处的话 或者说如果有偏差的话呢 只有真正的大人 叫做得行完备的人啊 才能够去加以辅政 加以匡政 加以导政 所以他说为大人 只有大人啊 能够改正国君心思里面 错误的地方 孟子也确实做到了 历史上很少听说过 有国君啊 向大臣承认寡人有疾 只有一个孟子做到了 孟子跟齐宣王见面 谈过几次以后呢 就让宣王发现 孟子这个人真了不起 真是一位难得的 有见解的人 并且呢 很能体谅 别人的烦恼 所以齐宣王忍不住 因为在年龄上来说的话 齐宣王很年轻啊 孟子到齐国的时候 已经过了五十了 在古代已经被人家称作 熟老先生了 而齐宣王呢 顶多三十 所以他就很乐意 把孟子当作长辈 跟他说寡人有疾 就是我有病啊 好色 好勇 好祸 很严重 而孟子的回答 他非常的杰出 他并没有责怪 他反而是顺着这个方式说 你如果有这三个毛病 就要想到 别人跟你一样啊 都是人哦 那你就要设法 推己及人嘛 你不要光自己要 这些东西 你要让跟天下 每个人都有 全国百姓 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这样不是更好吗 所以孟子的教育 是非常精彩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接着呢 什么叫巨臣呢 我们刚刚讲过 专业的臣子 所以子路跟燃油 做官没问题 那这个人叫做季子燃 他再问 他说 那么 他们两个只是专业的臣子 他对他的老板 是不是为命是从 孟子就说了 如果你叫他跟着老板去 杀自己的父亲 与杀自己的君主 他们不会干的 我们听到觉得很可怕 还有杀父亲的 古兽是有啊 父子有时候在争取国家的位置嘛 像魏国就发生了 而子路后来就不幸啊 就在魏国人家父子 在相争的时候呢 直入卷入里面的斗争 而不幸 被杀了 所以 孔子这边讲的很对哦 你要他们去 为命是从 跟着他的老板 去杀父亲 杀国君 那是不会做的 这点孔子还有信心 知道他有一个底线 就他的学生 虽然算不上大臣 只能算是有专业的 但你要做他 叫他做一些太离谱的事啊 完全违背道义的事 那也不可能 所以孔子把大臣 叫做巨 跟巨臣啊 分得非常清楚 这也是一位哲学家的手法 要澄清概念 你不能随便说 一个人观众的很大 就是大臣 大这个字不能乱用 在中文里面 像大人 不是讲一个人成年 就变大人了 大人有特别的含义 孟子特别喜欢用大人 他把它称作得行完备的人 所以我们从这一章里面 可以学到很多古时候 在政治上 在做人上的一些原则 我们这一集 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能力与学识需要不断增长 才能适应新的环境 不会被社会淘汰 所以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 在整个人生的规划上 我们显然应该从长远考虑 请看下一讲 读书为学 请看下一讲